你们都在文化公司 对 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同事 这个同事确实和你关系还不错 但是他经常会跟你提一些小要求 比如你有车 你的朋友天天蹭你的顺风车 已经蹭了一年了 搭时间长了 你冷不定不让他搭 他还生气 他觉得你是个坏人 你怎么不让我蹭了 是不是 那你现在已经让你那个同事养成习惯了 怎么办 今天你就是不想让他打 怎么说 那个赵磊和天琪你俩 我那谁蹭我蹭 行你蹭你蹭 我蹭OK 行你蹭我蹭OK 走啊 去哪啊 上班啊 我请假啊今天 你请假 对啊 你要不送送我呗 给你个水 给我个水 什么意思 我们萍水相逢 凭水相逢 那把它洗碗 咱们以后 我就不载你了啊 去吧 拜拜 哎等一下 你早了 所以同事之间的 遇到任何事情 这个世界上没有解不开的接 所以呢 该沟通 沟通 该交流 交流 和谐社区 你说我们这社区 来我们社区是不是学知识 对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咱们刚才说同事的关系 有的时候更难的是朋友的关系 你们觉得啥事是属于 特别难以向朋友开口的事 难以向朋友开口 我比较难开口的 当别人有一个事找我的事 我不会拒绝 前一段时间 我们有同事找我 他说要给我拍一个纪录片 我其实不太想拍 因为也不给钱 但后来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他 我就答应这个事了 但我没有想到 那个纪录片团队 他拍纪录片的方式是 给我写了一个剧本 让我演 所以你拍了一个剧情片 对 如果我演得不好 还要再补一遍 就是我第一次知道 拍纪录片还要补录的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一直后悔 为什么没有拒绝 其实生活当中 好多事都是 你有时候不需要 征求别人的意见 当你心里面觉得 咯咯咯那么一下的时候 你最好就拒绝 因为你如果不再拒绝的时候 拒绝 那个时候的勉强 大家可能最后的结果 会更不开心 没错 尤其是在和朋友相处的时候 对 那你呢 我觉得说破真相 可能有时候是 很尴尬的一个事情 就比如说 我跟银子和银子 海鲜吗 爆炒银子 银子和七七 是关系很好嘛 然后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的 写完的歌词 或者什么的发给我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你每次都说还写的很不错的 但其实 不是 但是因为我们是真朋友 肯定要说真话嘛 所以有时候如果他不是很好的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朋友很难开口 但因为我觉得 有的音乐可能只是 大家各自的审美不一样 你也不能因为你不喜欢 为了去让他开心就说 这个很好 对 也不行了 对 也会害了他的 我觉得 好 那咱们这样 我给大家出个难题 好 就是每个人都有 跟朋友难开口的地方 其中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知道这个朋友 有一个心爱的东西 你也很喜欢 你呢就要借 其实你心里面就觉得 他可能不会借给你 但是你非借 你找一个给他打个电话 是不是 来 杨琪 你跟谁 蛋壳 跟蛋壳干嘛 我借他的房子 我说要拍摄 找他借两天 可以 好 来了 喂 小总 咋的啦 在干啥呢 我准备一会去机场 收拾弄 来了 这样有个事 我不知道 我其实在找不到人了 就只能跟你问一问了 就是因为我马上要拍一个MV 然后可能需要一个室内的环境 但是因为最近 我这个资金窘迫 也租不到棚这种 就说可不可以把你房子借我两天拍一个MV 房子借我两天拍一个MV 咋啦 哥 就借两天 借完给你还回去 你这样事 你老在哪拍 你老在哪拍 我在北京上海都可以 看你房子在哪 我北京上海哪有房子 哪有房子 你本身就是说 你要取一个这个室内的景 是不是 对 就是一个景 我给你想想办吧 我给你问问人 问问人 你啥事 啥事 啥事弄 好了 哥 之前我跟你说 先跟你抱个歉 我这录节目呢 说得找一个好朋友 答应一个看起来不太可能的事 就我已经感受到你诚意了 哥 北一眼 北一眼 我还行的时候那啥要帮你找人 你这马上给我一个反出来 没有没有已经感动了 心心意感受到 行 不错 不错 这好朋友交到真心朋友了 外卖兜了 外卖兜了 你们的外卖兜了 哎呦 男的男的疯了 哎呦我天救命啊 这里面不一定是啥呢 哦 这真的是球 这个外卖 走了 哇 哇 男的 注意 达到了达到了 这根本跑不掉的 他心中已有目标 他心中已 他心里有 他心里有 今天有一位老师我特别喜欢 喜欢他的头发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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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换发射线吗 哈哈 可以啊 可以啊 哇 盖一下 盖一下 我整理一下我的发型 哈哈 你知道往哪儿捕 哈哈哈 画一下 可以 哇 镂空 镂空发际线 嗯 镂空发际线 哈哈哈 哎呦有一种猫王的感觉了 哈哈哈 可以了 男的 可以了 哈哈哈 大家终于知道我的发际线在哪里了 不是 你是把发际线圈出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照理来 夏之光 好好 嗯 早上见手表 喂公啊 哎 怎么 你你干啥 刚睡醒啊 哎 那我在拍戏呢 哦 那个啥 我过两天有个红毯 你你那个 你有手表能不能借我一个 手表 手表 我手表都卖了 我手表都卖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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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的 瓜瓜 没有 我们在 我们在录大火啊 说说找朋友借东西 我说 找你借手表 然后结果 你跟我来这一句 真的 真的都卖 但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那个是常带的吗 就是就是就是你带了就是 哎没表 好了我知道你很大方的 你你那个常带的也借给我啊 行好 哎哎这是个好方法 别人再说 他跟你借东西卖了 那下次又进着呢 下次见到之后又买回来了 哈哈哈哈我买了又卖 哎我觉得夏日光这个了不起啊 而且不伤面 还显得很可怜的样子 真正让你选给他一块 赵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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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人 我是还提着这种无理的要求 我怎么可以提这种要求呢 高手真高手